今年是香港回归25年 我们会透过数字 总结香港过去25年 在不同范畴的发展 经常说香港地小人多 究竟香港这块弹圆之地 住了多少人呢 1997年 香港人口约661万人 2021年底 香港人口约740万 740万香港人 组成了266万个家庭 住户每月入息中位数 在25年间有升有跌 1997年是19,000元 2022年2月是29,100元 要想一个50年不变的民生话题 就一定会说到加价 常言到通胀猛于苦 每个人都加价 工资不多交 大家自然就不会太开心 我记得2003年香港受到沙士的袭击 产业转型之下 当时不少中层的管理人员 受到最大的打击 可能当时社会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经历了 反而街市、茶餐厅还是很兴旺 近期流行两送饭 有人说是疫情下市民价廉物美的选择 香港物价升多跌少 1997年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幅是5.8% 两年后即是1999年 指数录得4%的跌幅 跌势一直持续到2004年 但青年时的我并不觉得生活非常困难 反而去酒楼吃1元一只的豉油鸡 还可以吃到10元一碗的牛腩可 还有59元的任食火鍋 少年穷有,真是自有乐趣 今天当然知道 那时的情况叫通宿 物价便宜,但价钱也减 然后大家又会负资产 相比起通胀 通缩更加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香港产业转型走出低谷 生产总值赛创高峰 亦是后来的事 03年的疫情对香港的打击 亦是当时香港重要的共同回忆 自2005年后,香港年年通胀 政府提出一次性纾困措施 例如代缴公屋租金 电费补贴等等 令升幅有所放缓 而香港近两年受到疫情影响 2020年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上升0.3% 2021年就是1.6% 细数25年 星期一至五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中文字 parece不治 中文字幕规顺者放制